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環保分子抗議得對,真的很殘忍 是呀,真想不到為了拿鯊魚刺 居然把鯊魚這樣凌馳發 他實在死得太慘了 幸好我一向都不吃鯊魚 所以不怕鯊魚的鬼魂回來找我報仇 那我們要儲錢了 為什麼? 幫Ming Sir跟鯊魚超賭 他隔個月都是鯊魚刺公路吃鯊魚刺 殺了很多鯊魚 他死定了 希望他沒事吧 買酒吃鯊魚刺,人情七折 我也不知道要說什麼 是我 最近網上流傳有些殘殺生意的片段 有網民發起說 如果他喝的時候有鯊魚刺吃 就七折做人情,以示抗議 你喜歡吃鯊魚刺關他鬼事嗎 你有你吃包,我有我吃鯊魚刺 又不是要他去請,要是他去管 Ming Sir,你這番話在這裡說就好了 在外面被人聽到 隨時被人圍繳 是呀,外國還有一個環保組織 人們來香港說要搞什麼示威抗議 那他們來豈不是很忙 香港人又喜歡吃鯊魚刺 又喜歡穿皮草,又興斬古樹 還建了屏風樓,把空氣污染了 基本上都是一個破壞環境之食 Cafe,按照你這麼說 我們老闆的集團有起屏風樓 有收農地,有斬古樹 最近還藏了蔡苗村 破壞了特色農村 我們公司這麼邪惡 你別收人工了,笨蛋 人家在說煮飯,你又扯路拆屋 真是不行的 Edmond,如果平時開會的時候 你老婆不可能 像現在這樣反應這麼快 那就好了 老叔,阿翔一向都很快 只不過我慢,他遷就我了 不過我會檢討一下 謝謝你 明姑娘,石太太剛才打你 叫我提醒你 石露太太一共和象興的蝶膜 他說會穿粉紅色 叫你不要和你撞我,行了 對了,明姑娘 外國有個包裹彈回頭 好像說沒人收 給Kitty,叫她放進房間 每次寄油包,每次退回來 你不領你的情 我也不知道你寄來幹什麼 各位來賓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石錦當集團的 銅像揭幕儀式 現在我們首先有請我們主席 石有為先生 跟大家說幾句話 很感謝大家百忙之中 抽空來臨這次的活動 好,石錦當集團在今天博有成就 除了有賴集團上下努力之外 歸根究底 是當日先赴石錦當先章創辦公司 為公司打下穩健的基礎 皇國嘉義… 為了紀念我們集團創辦人 的功績而成就 趁今年是石錦當集團五十周年 公司特別為石錦當先生 打造銅像作為紀念 好,現在由我們的主席 石有為先生 和主席夫人石高艷蓉女士 和我們的明星江女士 一起為紅象劫望 皇國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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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一個一個 把口罩還寶 做事閃閃閃閃閃 連樣子都不見得光 怕不怕他人,要戴口罩嗎 你敢做 怕什麼人認得你 皇國嘉義? 石可義? 石禦當家族的人 你也來等你家嗎? 石大姐 我當集團無恥 皇國嘉義… 皇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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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小姐 你身為石有為的侄女 你居然在你爺爺的銅像 竭亡儀式抗議 你是不是有心落你大白面呢? 絕對沒有 所以我提醒我 全部的環保朋友 戴上口罩 避免真面目曝光 不想食為焦點 即是想落你大白台 但你又怕被識穿 你也會矛盾 其實我一直以來 參加抗議示威 都是出於自己之前環保的理念 我家族還我家族 我還我 對於破壞環境的公司 甚至是活動 我們的組織都會以行動來抗爭 即使是家族的企業 我都會一視同仁 不會因為自己是一分子而孤識 那你後無名身安呢? 我心目中沒有所謂前無後無 我一出生以來只有一個媽媽 她就好了 簡直是豈有此理 那個臭丫頭在外國這麼多年 只要去學反叛複譯 豈人叫她讀得好? 可兒回來也沒有通知你們 其實當初她去我國讀書 初初也有發電郵跟我們聯絡 偶爾也有電話報報平安 後來越來越疏 一年也沒有一兩次 那你們也沒有找她? 她在大學讀了一年就轉校了 她從這裡去那裡去 一時就說休學 一時又說逐家換生 行蹤很飄忽 她經常說喜歡自由廟人館 其實是自私任性 你看她這次自把自圍 做這種刁假的事就知道了 剛才她也有說戴口罩 但是不想家人尷尬 這方面我想她有想的 剛才她在鏡頭面前 都已經擺明不認你這個繼母了 你還不幫她說話? 石先生,怎麼樣? 我查過了香港主要的賓館和酒店 沒有石小姐進入資料 那個臭丫頭也不知道躲在哪裡 她跟環保組織的人來 可能跟那些人一起住 是吧 你可以出去吧 來… 只是發個短相說對不起 那算甚麼態度? 可疑 來… 她也有為剛才抗議的事 道歉,也算她有膠帶 她說望完環保活動之後 就會回來找你們 這也證明她的身上 有大伯大伯娘你們 她最好不在我面前出現 沒有眼屍的乾淨盲 她變成這樣,我們石家 又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八卦集資封面 誰知道 對於破壞環保… 無經無險,又到一點 是時候喝茶 我們的組織都會以行動來抗爭 有甚麼看法? 美女嗎? 不僅是美女,還以為是烈女 這次再看一次 阿龍,給我請 今天上午,石錦丹集團為集團創辦人 石錦丹同將揭霍的時候 遇到蔡苗村和環保人士的抗議 其中包括石友為 主席的侄女,石可兒 石可兒表示 家族企業做了很多破壞環保的事 所以她不會姑息 這句真是石可兒? 課真假實? 對呀,保叔 你是主席的表弟 不就是石可兒的表叔? 主席的侄女 不就是明姑娘過了生的老公的女兒 甚麼明姑娘有這麼大的女兒? 怎麼連你也不僅收得這麼密? 她只是我侄女小石友信的女兒 也不是阿森先生 名義上只不過是繼母 你們說得一點也沒錯 可兒也從來沒有當過 一個無奈無奈的人做媽媽 網上討論區很多人報料 這裡說明姑娘本來是 石友信的青梅竹馬情人 後來分開了 之後石友信就娶了可兒的媽媽林慧 再遇上明姑娘 於是就離婚再續前緣 那豈不是查理師王子 和他這幾個翻版嗎? 你這翻版,不準不實 這裡有另一個版本 就說石友信和石可兒媽媽結婚之後 石可兒媽媽身為絕症 就把老公給明姑娘這個好朋友照顧 後來又不值得他們倆真是余嬌刺質 所以就和明姑娘翻臉了 還有網民收到資料 原來石可兒是明姑娘 和石友信的私生女 不過小時候就抱了回家的樣子 林慧是故意教壞她 報復老公和明姑娘的婚內情 故意教壞她? 容客也知道不合羅緝 若不是因為她 友信就不會和原配聯婚 可兒小時候就變成單身家庭 完全是因為她 那就是… 即是怎樣 不管哪個先哪個後 總之一定她夫妻出現問題才會出事 正所謂冰封三尺 非一日之寒,你沒有? 榮姑娘… 榮姑娘… 還不去吃午餐?已經幾個小時了 我們差不多了 要不要幫你買盤盒? 不用了,我不餓 多做事小說話 馬上呢? 怎麼樣?石家那邊 是不是被可兒惹得渣渣跳? 全通了? 現在的資訊真快 好事不出門,醜事就全千里了 是呀,石可兒無緣無故回來香港 端倆石家那邊一定很噁心 原來他們都很久沒有和可兒聯絡 還是打電話去那邊學校才知道 可兒已經轉了幾次校 還有,沒有讀工商本理 轉了讀藝術 現在大學還沒畢業 不過就很有興趣參加各式各樣的活動 好像環保一樣 石家這麼多年 放逐你在公司自生自熱 現在天有眼,整件定心探尼頂著她的戲 在身份上看到你夫妻被人擲爛菜 真划算 你看漏眼,我當時也在台上 我也有份醜的 這些叫殃及慈餘而已 那邊打算怎麼樣? 可兒發了個短訊給他們 說對今天的事感覺到抱歉 還說遲些會回去找他們 我想到時大伯娘會叫我 你不是吧?那個姓石 你少理為妙,阿芯 就像這個油包一樣 這樣吧,你過時過節都寄給她 但她全部都回來了 那你就說,你當她是女兒 她不會當你媽媽 就算我不為自己做 我也要為我的死鬼老公做 說到底,這個女兒 真是愛有信的女兒 我也想她知道 萬一在外面有什麼不如意 也可以回來找我 但有時候有些事不是一廂情願 她敢對你 所以你說一句,就算黑食 也不會黑在你門口 我沒有對她不住 我沒有對她媽媽不住 時間可以證明一切 時間證明一切多久?一百年? 我怕到時我跟你也不在 無論如何 我估計現在有很多記者 跟著可兒 你幫我打個電話 給潮州刊的編輯 我想她可能會知道 可兒現在住在哪裡 你還說那些年輕人是奸的 為何你那些姓氏 完全反了劇情的招式 有了,娜叔 好,沒事 我不能吃辣 少許可以 MingSir,明姑娘呢? 明姑娘不下來吃東西 你這麼關心她的東西? 還是有些事想扮一下? 師兄,你剛才一見到明姑娘 就撲過去收藥了 我是他拉叔 關心是應該的 那你發到甚麼? 不是,關心到甚麼? 高度機密 原來石可兒過了生的媽媽 挺漂亮的 是嗎? 是嗎? 真是挺漂亮的 明姑娘比較漂亮 還是可兒的媽媽比較漂亮? 明姑娘也漂亮 不過林慧比較上鏡 MingSir,你的意思就是說 明姑娘年輕人不夠漂亮 就是說明姑娘不是靠比意識 做第三者 終於被你厲害了 通常做得第三者當然要靠漂亮 但是明姑娘又不夠 石有信的前妻這麼漂亮 所以單憑這件事 就證明明姑娘根本不是第三者 這是甚麼邏輯?都不通 是你頭腦善答不通 知道你支持明姑娘 但是理據太薄弱了 不是,石有信和前妻分開了 先和明姑娘發展的,你相信我吧 我相信你 你好,明哥,明哥 明哥,你不是在外面叫我嗎 沒有,明姑娘下班 臨時進入了次官 她改了,突然和我談到設計 我索性回來吃 次官,就是凱蓮鎖走家 魚翅公的魚翅大王 對,聽說那間魚翅公 十周年紀念 那次官就想做一個一比一的金魚翅 放在她快要開張那間旗艦店的門口 所以就要找明姑娘 那為甚麼Emma沒有去? 我想還是在談初步的事 所以未必要設計師 可以吃餐,一定是遇到你夫妻 那些魚翅套餐,真可憐 一條魚翅一條筷子那麼粗 我經常掛著一些公司特價去吃 救救鯊魚大行動 拒絕魚翅,保護環境,耐飾生命 請轉記短訊給一百人 現在越來越多人抗拒吃刺 我看來刺官這檔事有點壓力 你有你呼籲罷吃,我有我照吃可也 這是自由社會的個人決定 不過有人會為了鯊魚去遊行示威 對,那你提一提,明姑娘 刺官的店舖樹大招風 一個不幸的 就招惹那些環保人士去抗議示威 有沒有這麼巧? 有的 那塊金魚翅跟我們的招牌天狗翅一樣 一比一大小 到時候放在我新開的旗艦店門口 多威風 那倒是 魚翅是刺官你們這間酒樓的招牌菜 如果打造一塊金魚翅放在門口 那真的很吸引 現在穿了五成光顧的都是來地客 他們就最喜歡金的了 如果有一塊這麼大的金魚翅放在門口 豪華得來又可以成為旅遊景點 那些旅行團肯定替我做宣傳 到時候 每個人都知道你們龍福 跟我們打造這塊金魚翅 你們一樣升價十倍 不過, 次官 你開的價格真的太低了 我們成本都找不到 你們收便宜一點, 就當是宣傳費 老闆… 怎麼這麼吵 門口來了很多萬寶組織的人士 在這裡示威 說我們助長掠殺沙爾的歪風 我們就報警了 趕他們遠一點, 別影響客人 是, 次官 這就是樹大招風 還是怪我上了電視多 每個人都知道我是魚翅大王 鯊魚授手, 肚炭失明… 你們來吧… 你們… 不是, 大招, 可不可以請你再考慮一下 因為可兒… 不好意思, 對不起 那我不妨礙你睡覺了, 再見 怎麼樣?常常以為娘夫婦真的不理嗎 大招說要給我一個教訓可兒 讓她知道無論做什麼 都要自己負責的效果 就是有個親侄女 留在拘留所過夜, 什麼都不管 有她自生自滅 這麼沒人性的事都能做出 這些就是大家族 我現在回到香港 就搞了這麼多事出來 你知道大招是很要面子的 難怪她這麼生氣 你幫我打個電話給張律師 不是吧?你想拿屍體上身嗎? 人家流同一句血都不管她 你是愛人, 阿芹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可兒畢竟是我的哀哑女 而且她從小就嬌生慣養 叫她在基留所那些地方過一晚 我也不忍心 無論如何, 補了出來才算 你別偶募勸她, 別誤會 Sir, 我說了一百次 從醫院到警署都說了一百次 我余慈公是抗議示威 我沒有黎明同友 更加沒有做犯法事 不是你, 我就是你的環保朋友 他們是誰?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今天下午還跟你一起 去石禁當集團抗議 電視都拍了, 你會不知道? 還有, 現在酒樓的員工 可以證明你有去示威 而且你身上的紅友 也顯示你可能跟林友現時有關 如果你還是要護罪朋友 你知不知道你要揹起刑事毀壞這個罪 大可兒, 有人來保釋你 為什麼你們兩個?老伯和大不良? 我想, 無論是你的朋友或其他人 怕他也不會來保釋你 你可以選擇留在這裡或跟我們走 如果你想嘗試坐牢的滋味 我們不會阻礙你 你喵喵媽媽救你出來 一句多謝也不止不止 還副仇未報的樣子 你這個小妹真是養不熟 是不是想打電話給大伯和大伯娘? 大伯, 我去可兒 是不是你叫女人來保釋我? 你打來幹什麼? 你這臭丫頭 讀這麼多年書 工作也不分輕重 這裡弄完家人 那邊就四周圍地搗亂 我們社交的面子就被你丟了 我去示威而已, 沒有林人同友 你不用跟我解釋 你這麼大一個人 應該知道做錯的事是自己負責的 我對我心裡說了, 不用理你 任由你受下 大伯 你不用說了 既然你在記者面前說得出 家族還家族地搗亂你 這個說話 有事你就不要再來為我 連你家人也受不了你 還未知道 做得好, 欠你的報酬金 借也好, 設也好 總之會盡快還分給你 那你要多借一點, 多借一點 因為如果警方 對你林洪友的洩落責 保釋金、律師費, 每樣都是錢 我沒做過, 我不會害怕 石小姐, 雖然你說你沒做過 但是環境政工對你很不利 還有, 如果酒家那邊 從民事訴訟方面向你索償的話 到時候又是另一宗官司 所以是挺麻煩的 不如這樣 不如你留一口氣暖一下肚子 別人也不領你的情 你想說什麼? 我想唱歌 最近龍福珠寶那裡 都想請一個人回來搞宣傳 你讀藝術假 又參加過這麼多活動 我想你也適合做 如果你真的有誠意還錢 不如先進來做吧 是嗎? 官司那裡, 律師會幫你跟進 要坐, 進來龍福坐 總比在牢裡坐好, 你說是嗎? 好, 我接受 不過有條件 其實每一個年代的成年人 都看不順眼他們那一代的年輕人 現在我們看不慣八十後、九十後的年輕人 其實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們爺爺、爸爸那輩子 一樣是看我們不順眼 不同的是 當年我們被人叫飛仔飛雷 不是叫五十後 但若能行落天 在面前已經得意扭轉 未了解 怎麼否樂觀心 在學參加半杯水的哲學 便會多 若失去決於看代杯 裝水半杯滿萬事 雲、雲、雲